那所以說光是一個什麼 我說一個方法 這一個方法就是要跟各位怎麼講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大家不論在研究學問 不論是在修行 或是不論你自己在做事業 我們現在拉回來 你一定要用心 你要用心去研究你的產品 好 各位我們都知道 有的人購買一項東西 聽說不會拿到的 楊桃 櫻桃湯 也可以做黑面削 那有的人購買冰 各位有的人購買冰有沒有 可以造成全球的連鎖 購買冰 聽說白冰冰也做得很好 他就冰冰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注意看喔 我剛才看到那個旅遊手冊 我曾經看過一本旅遊手冊 他說那我們台中三民路呢 台中三民路要到這裡 有一家呢 大民旗已經有名 你知道哪一間 三民路一間啊對不對 旅遊手冊也有呢 說不會大民旗購買 所以上旅遊手冊 那各位那你先思考看看 為什麼有的人單純賣一項 這麼簡單的東西 為什麼他可以做那麼那麼久 甚至還可以做祖孫三代五代 有沒有 各位有這樣百年老店啊 事實上是很多啊 那旅遊那你會覺得他很困難嗎 事實上我們研究起來 我覺得他不難 為什麼我說他不難呢 所以景氣不好很多人呢 都去呢賣小吃 但是呢一般人呢還是賣不起來 為什麼一般人還是賣不起來 因為他的小吃有沒有 沒有特色 因為他的小吃呢有沒有 模仿別人的 因為他的小吃呢不是全世界呢 獨一的口味 你幹嘛做全世界獨一的口味 我覺得不難 為什麼不難 我那天就跟個同學講 我說呢 假設我啦 假設我要去賣吃的啦 假設我要去賣吃的 那各位那我可以針對這個產品啊 我可以拿嘗試拿到一千次 三千次五千次 一直去嘗試一直到差什麼 大家這幾個都說好吃的危機 有沒有 那我正是好的賣這道產品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不難 只要你願意什麼 願意花時間去什麼 去嘗試 那這樣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們修行也是如此 各位一個真正修行人跟一般的人 他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啊 跟各位報告 一個修行人他的心很細膩 很細膩 相當的細膩 所以你覺得聽過 有的人修行到最後 他把一支針落下去 有嗎 他就會聽到什麼 聽著 如果我們一支針落下去 怎麼 還在打到那支針 你就不知道嘛對不對 所以你還會踩到那支針 那你就知道說呢 有沒有 他的心呢是很細膩的 所以他在研究任何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方法 那他要很用心去了解這個方法 他要很用心去了解這個方法 好那所以呢 所以我們現在在談說呢 課誦和經 這個誦經原來就是一個方法 好各位接著我們看經文了 復問呢 何所從來的此時經典 課引呢 我從齐州黃梅縣東禪寺來 其實是吳祖忍大師 在於筆主畫 主畫畫起來 門人呢 一千友誼 我到此中 禮拜禮拜畫起來 聽受此經 聽受畫起來 好各位 嗯 現在 現在 現在六祖大師 在問呢 對不對 這個經 到底從哪裡來 除了原則上呢 我們是不太會這樣問 好 因為現在的人 不太呢 什麼 因為經典 太容易得到 不像以前 好 那既然這個課跟他講說 齐州 各位齐州是哪裡 齐州就是湖北省 好 就今天的湖北省 好 黃梅縣東禪寺 東禪寺呢 又叫做 蓮華寺 就是蓮華寺 好 蓮華寺 也就是呢 五祖宏忍呢 他的道場 東禪寺 他的道場 各位 這個道場呢 是 古祖忍大師 主人 你看經文 一般都講 能 能 能大師 就是會能 忍大師 就是什麼 洪忍 無祖洪忍 在筆 各位這個在筆的意思 這個筆就是東禪寺 有沒有 就是在東禪寺 各位 主話是什麼意思呢 主話 主話就是在那邊 主詞 教話 朱祺啦 好 各位 朱祺 好 各位 既然請各位畫起來 既然請各位畫起來 就是有畫什麼 要說啦 啊 主位 你現在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出家人 我們先從出家人開始講 再講在家人 這個 主位 你去廟的時候 廟的時候 廟的時候 都有人在主持 主持 主持不知道都在做什麼 來 你先 主持都在做什麼 你現在看的主持都在做什麼 都沒有在做什麼 都說什麼 信徒你就要拜拜 你有看到那一腳嗎 隨時說得 信徒你就要拜拜 沒有來這裡 沒有來這裡 沒有來點一個公民党 沒有來按一個太歲 沒有旁邊 要有抽兩籤 博下課 要六十幾籤 同樣抽 要一百幾籤 六十 有的事有好嗎 有的事有很好 去那裡對你很好呢 各位主要看 有的事有很好 去那裡對你很好呢 就要哎呀你對他來 有沒有有沒有 然後來拜拜 怎麼樣的 為師父對你很好呢 但是各位 那我現在跟各位報告一下 一種 一種呢 師父 原則上 我們說水眼 水眼 水眼的意思就是不要理你 一種水眼 一種對你很好 一種呢 情報應 一種情報應 那各位那我現在呢 對 要從這個角度來跟各位探討 請問一下 你這間廟 都是信徒給你的錢 這間廟 這間廟都信徒給你的錢 這間廟都信徒給你的錢 你在這個地方 你在這個地方 到底做什麼事情 如果你沒有教化 你就是對不起眾生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沒有教化 你就對不起眾生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走出家這條路 請你愛的記憶 你沒有教化 對 那眾生的錢 你才不會贏 你還不起 但是不要把這個地方當成你家 所以你家呢 他這間廟的 少許管的 所以你都不能用 但是事實上這錢都是 大家的 但是呢 不能用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寺廟 沒有充分的什麼 利用 我們覺得可惜 覺得很可惜 那所以各位 所以我看我們這一班是有人會出家 依我的什麼 肉眼就好 不要說花眼 因為我的肉眼 我看我們這一班是有人會出家 那各位 那我就這樣跟你講 你要懂 你要知道教化 各位教化 什麼是教化呢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對不對 逢人呢 對不對 講話 要給別人的開啟 智慧 要去解決別人心中的疑惑 好 要給人的歡喜 你要懂教化 那這位 那我們從 我們現在從出家講到什麼 講到所有的人 出家人講完了 接著我講公司 這間公司 什麼人在扶著的 我現在所說的是老闆 所以老闆 當為老闆的人 你有沒有思考過 你到底有沒有教化過你的員工 如果呢 你沒有教化過你的員工 你是一個不称職的老闆 所以老闆呢 不是只有讓員工賺錢 而沒有教化 各位這是不對的 各位我在這個三十歲的時候呢 曾經呢 遇到一家公司 那這家公司呢 我跟那個老闆 在談 結果他跟我談一個理念 各位我覺得這個理念呢 很可怕 這個理念是什麼理念呢 這個理念就是說什麼 他會想盡辦法 讓員工賺很多錢 那他也會想盡辦法呢 讓員工呢 把錢馬上花掉 所以呢各位 所以他信念醫護人員 他信念醫護人員 讓醫護人員一個月 都賺十幾萬 如果是改算的 兩三萬 一個都打打掉 你知道嗎 他用這樣的方式 來信念他的醫護人員 我曾經看過這樣的醫護公司 在台北 而且還蠻有知名度的公司 甚至呢 有的公司他會教你 一種什麼觀念 你知道嗎 他會用一個 一個概念呢 這個概念呢 乍聽之下是對的 細細分析是不對的 他用什麼筆給你聽 你知道嗎 他說你看你們都沒有錢 所以當你們到餐廳的時候呢 你們都不敢看沒命 你們都不敢看要吃什麼 你們首先先看價錢 這麼貴我不敢吃 這麼貴我不敢吃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什麼 對不對 要把這個概念打破 以後要賺很多的錢 不要看價格 就看有沒有想吃什麼 你就等什麼吃 不要看價格 各位 各位 事實上就是有人用這樣的方式 來教導他的員工 各位 我現在所講的 就是說這些公司我都待過 那所以各位 所以意思是說 你現在當老闆 你先用什麼來教化你的員工 好 那同理可證 好 你現在當老師 你用什麼教化你的學生 好 各位 事實上常常常都會被人家打敗了 那如果 你沒有什麼東西來教化別人 你就是對不起大家 那各位 啊 我在講說 老師你不要看我 你不要想說什麼 來都我在做老師 我現在各位說什麼 是誰在担任家長 那各位 你用什麼 去教化你的子女 各位 所以我簡單來說 來是你們家 你就是你們家的主旗 你知道嗎 那你們家的主旗 你知道嗎 你們都不記得 那在公司有沒有 你就是你們公司的主旗 所以各位 我現在所講的呢 這個呢 主化的意思不是只有寺廟 不要不要講那麼狹隘 而是說 當我們是一個領導者 我們真的是不是 能夠把這個 這個團體 把它主持得很好 各位那好 為什麼能夠好 一定要透過教育 如果沒有呢 對春風話語 不可能好 那各位 沒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不可能好 不是物質的問題 是觀念的問題 所以古人才這麼講 是為知己得使 不是淺的問題 是不是知己的問題 所以請你呢 對不對 去 打握這個核心 打握這個核心 那各位那些去看喔 宏忍大師 喔 各位 他的徒弟多少人 喔 一千有餘呢 各位 這間廟怎麼比火光山更小 火光山也很大 但是各位 以當時來講有沒有 主位 我看有的廟有沒有 有的廟是怎麼收拾 有的 那這位 那這位 這裡面所講的門人 一千多 多個人 是不只外來的 居室有沒有 各位他的什麼 龜什麼 弟子 其他的鄉客有沒有 那些都還不包括喔 光是出家人 門人就是他的弟子 就一千多人 欸 所以你再知道 當時有沒有 在這個東城市呢 無主宏忍 他的影響力很大 所以不愧是一代的什麼 主師 那現在講說呢 我道此中 就是那個客人 我道此中 禮拜 聽授此今 諸位 我為什麼請各位把禮拜 畫起來呢 因為禮拜 後面要加一個字 哪個字呢 加一個日 你不能寫下去 我自己開玩笑的 欸 我就知道你要寫的 這位禮拜 然後呢 叫做聽授 這個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啊 所以這個禮拜呢 如果解釋做公敬 這樣的解釋 還不夠徹底 諸位 禮 就是禮敬 拜 就是跪拜 那諸位 所以這個 這用公敬來講 還不夠徹底 我們古人 我們古人這麼講 南俄西夏是黃金 有沒有 所以我們不輕易跪 各位我們一般會跪 只有跟幾個人跪 跟父母跪 跟父母跪 好 不然就跟什麼 天地跪 不然就跟國軍跪 古時候呢 有沒有 就跟老師什麼 跟老師跪 比如說古時候了 我們其實那個時代 老師說什麼 滑跪 那各位啊 我們以前會這樣跪 那現在呢 大家看著出家人 假設有學佛的人 看著出家人 而且願意跪的人 然後你就會跪 那各位 那我來談這個問題 所以我二十歲左右 我都很喜歡佛法 但是呢 我不會跪 所以我喜歡佛法 跟跪 感覺上呢 好像不相干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好像不相干 但是呢 我到最後 越來越覺得相干 為什麼 我之所以跪不下去 就是不懂佛法 大家了解嗎 我之所以跪不下去 就是我不懂佛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心中有慢 貪嗔痴 慢以傲慢 所以我跪不下去 那各位 那我現在跟你講說 我不是叫你貴人 我不要貴人 是像我長期觀察很久 各位我不是只說我們這班的同學 我是只拿到了我們之前很多的同學 各位我會觀察他們 他們 他們進來這邊 這邊 各位這邊你們看到 多四尊 有嗎 多四尊 我會觀察說呢 第一 他會不會拜 第二 他會不會跪 第三呢 他先拜一尊 各位 各位這個多在我觀察患悦耶 你們已經被我觀察過了 那你可以去觀察到 心中有傲慢的人啊 不貴就是不貴 我這樣子不是講 不是講人 有沒有 所以呢 我一直提起到說呢 對 我之所以跪不下去就是我傲慢 所以我不懂佛法 因為這位 那同理可真 你心中的傲慢沒有去除 你就得不到東西 所以這裡會先講說呢對不對 禮拜 後面才有那幾個字 聽受 才聽下去啦 各位聽得盡氣 而且真的能接受 各位叫做聽受 但是 但是如果呢 我們沒有這樣 我們是聽不下去的 好各位 我們是聽不下去的 那各位那這裡面又 又一段很好的示範 各位什麼什麼樣的示範 各位這個客人 他是不是信徒 他根本 這個客人真正呢 是在學法 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是去東禅寺什麼 聽聞呢 武祖宏人什麼 講盡修法 他不是去抓那些什麼 對白 那各位 但是我們現在呢 去試驗有沒有 事實上 大部分都是還是什麼 以光光的角度 夢境的角度 去驚驚看 我們去 我們去很少 真正呢 去什麼 去禮拜 聽說 我們有沒有拜 有 拜一個什麼 都記不下去了 沒有拜 也很奇怪 各位都記不下去了 沒有拜也很奇怪 所以各位 但是現在這個東西 也不能怪各位 為什麼 因為這兩方面都要負責 第一方面 你不見得來 要去聽師父開示 但是有一種人 他是希望師父開示 但是師父不會開示 各位對不對 你也曾經 你應該曾經過吧 我也想聽他開示 但是他不會開示 或是說他開示的 不是你想要的 他開示 不是你想要的 各位 為什麼他開示 不是你想要的 因為他凋入一個陷阱 什麼陷阱 他不明白你的需求 他就告訴你了 所以各位 因得上你跟別人 在一起講話呢 你應該明白別人的需求 你才開口 父母呢 明白孩子的需求 老闆明白員工 其他人員明白消費者 老師明白學生 明白 才開口 不明白不要講 那些都多疑的 而且他不能欺怒 你怎麼說就不好 所以呢各位 所以這一段意思就是說 你的心能夠低心 你才能夠得到東西 所以我們都知道呢 這個近代的一個 進途中的祖師 應光大師 應光大師講一句話 一分恭敬 一分成就 十分恭敬呢 就十分成就 所以啊 這句話 乍聽起來 實在是不算 各位乍聽之下 實在是沒有什麼 但是你 一聽起來 一分就得一分 十分就得十分 那不知道你要 不知道你要得幾分 那就看你了 啊就看你了 好接著我們看呢 對不對 第四頁 大師呢 常現呢 對不對 真屬 也就是說呢 在家 或是出家 半詞 金鋼金極致 見信資料 成佛 好 各位 詞畫起來 金畫起來 見信畫起來 成佛畫起來 來 諸位 你現在看到什麼 這個 我們 今天剛開始講 就講誦經 對不對 現在講的是什麼 慈經 誦經跟慈經 不一樣耶 不一樣 各位哪裡不一樣呢 這位 誦經呢 你不見得呢 對不對 你只要那對 老老實實的誦經就好了 那各位看 慈經是什麼呢 慈經呢 簡單來講 就是四個字 依教奉行 依教奉行就是 慈經 各位 各位 依經 教 啊 這個教就是依經 依經 依經中的 教化 按照經中的教化呢 對不對 來修行 這叫做慈經 跟慈經 跟慈經呢 層次比慈經還高 所以各位喔 所以你現在去明白喔 現在無主 紅人 他不是跟你說什麼 要慈經 要慈經呢 不是慈經 不是慈經 所以慈經跟慈經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呢 啊 那個憨三大師呢 有一段話很重要 我唸給各位 各位你抄起來 憨三大師 憨三大師講說呢 誦經 誦經 農藝 解禁難 誦經 農藝 解禁難 口誦 不解 總是 賢 口誦 不解 總是 賢 能解 能解 不依 空會力 能 就是能解釋 不依 就是不依教的意思 不依 空會力 日誦 萬眷 也圖難 日誦 萬眷 也圖難 有沒有哪裡不清楚的 好 再念一遍 誦經 農藝 解經難 口誦 不解 總是賢 能解 也不依空會力 日誦 萬眷 也圖難 啊 萬一萬兩萬的萬 會 會 那 諸位 這個 憨山大師 原則上他講這句話 各位我稍微解釋一下 他這句話應該是分兩段來談 兩段來談 他第一段呢 各位 誦經容易解經難 諸位這句話已經講很清楚了 你現在要誦經簡單 但是呢你要去明白經意有沒有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他把誦經跟解經做個對照 所以諸位 我們今天來這邊上課是誦經還解經 大家在解經 好解經好 那現在第二句話 他說呢口誦不解總是賢 諸位 這個賢的意思就是說什麼 沒有意義啦 沒有意義的意思 也就是說什麼 你只有一天到晚啊 在誦經 你不了解他的意思 那是沒有意義的 那是沒有意義的 那各位喔 那現在再注意看喔 前面那兩句話是講說呢 你要從誦經一直到什麼 解經 後面這句話就跟你講說什麼 能解 也就是說你現在能解經 或是說你現在能了解經文裡面的什麼 的意思的 但是如果呢 你不依教奉行 有沒有 空會立 那也沒有用呢 所以他才跟你講說呢 所以他才跟你講說呢 日誦萬全也圖難 就像我們念佛的人 喊破喉嚨也枉難 的意思 那就是我們現在來看喔 現在來看 現在呢 的重點啊 困難點在哪邊 持經啊 持經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這三個很 這三個很重要的名詞 這三個 事實上最好你都 一定啊 全部要會啊 因為這三個呢 都是在一起的 那所以為什麼說這三個 你是在一起呢 各位我先解釋一下 誦經的誦久啊 自然就能夠了解經意 所以當你呢 不願去誦經 你要去了解經意 有沒有 那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誦經誦久 自然呢 漸漸會了解經意 那你了解經意 你才能夠知道它的道理 才能夠依教奉行 你才有資格 持這個經啊 那各位那我們現在試試看喔 我們現在在學六組談經 但是你真的 會按照六組談經的方式 應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嗎 不是那麼簡單 意思就是說 正經叫你用 你用不出來 那各位那如果我叫你用 你用不出來呢 就是什麼 你不明白它 所以你才沒有辦法去展現它 這個曾經呢 有人這樣問我 他說呢 他說 這個按照談經的理論來說 應該怎麼樣的打坐 我就笑一笑跟他講說 你誤會了 你這樣問就代表你不懂彈經 你才會這樣問 你這樣問 會代表你不懂彈經 那各位那這個答案是什麼呢 這個答案就是說呢 你不明白它 所以你到現在還在錯用它 那各位那它的關鍵是在哪裡呢 就像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讀了金剛經 你真的會金剛經 你真的會用了嗎 我不要講金剛經 心經 我們這一班的同學很多人讀心經 我們心經已經上了五六個月了 我們這個月就會上完的 你真的會應用心經嗎 各位你會應用心經的哪一段 我來問一下 看你會用哪一段 三立你會用哪一段 你會用哪一段 不會用哪一段 你會用哪一段 你們兩個坐在車都說不會用 那是要給我氣心 我這樣講 我這樣講 我現在在半年 就記得跟我說不會用 各位 連一段有沒有都不會用 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 又很愛聽我說的 還用不出來 啊實在是 快點夫婦會怎樣的 麥當五歲而已 欸很難欸 真的很難啊 幾個例子啦幾個例子 從新經的第一開始 官制再服上那個官就奧出了 各位新經的那個官制 都要什麼都要 要漸漸再加一個課程 子官 也順便跟各位報告了 社區大學十月份還要開子官的課 禮拜一 先跟各位順便報告 下個禮拜再跟你們說 所以各位 所以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現在並不是說 你現在讀了說 但持金剛金 你就要持金剛金 不是這個意思 你可以說你想持那本金 都沒有關係 但是問題是說 你會不會持那本金啊 但是 那我們現在讀了六組談金 讀了六組談金這一本 我們現在雖然交到這邊 但是你要持哪一段 我現在問同學一下 看你要持哪一段 慧文你要持哪一段 現在送到這裡你要持哪一段 各位這裡面呢有三段 每一段你都能夠持 第一段呢就是什麼 摩荷波羅波羅密 第二段呢就是菩提之信 本來清淨這一段 第三段就是什麼 應無所住而什麼 而生其心 各位任何一段都會大色大悟 對 但是講幾道多也什麼 這三段都背起來了 背的是背起來了 但是用還是用不著 各位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講過了嘛 已經把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講到很清楚了 這樣你不知道如何用嗎 好 各位你不知道會不會用啦 好 比如說那我請教同學一下 比如說楊志明 你現在在看聯繫劇 要怎麼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去看你聯繫劇 看聯繫劇 起聯繫劇的滑 來 都是 欸 你去看 我不是在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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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也不 还是不是那么好用 我现在请去说明了 联系机 这位 你看电视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对不对 来 这位小姐你收看 看电视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收收看没关系 看联系机呢 会让你更直 看联系机会让你更直走 所有的联系机呢 都是邪见 我可以一段一段说你听 所有的联系机 你稍微来看 好嘞就你不告诉我 看联系机是打花时间 各位你千万不能这样讲 看联系机不可以说打花时间 各位打花时间呢 就是缩短生命 缩短生命就是邀请地名 所以有的人会怎么说用打花时间 来谈他的生命是很奇怪 那这位 事实上你在学佛法 你也相当有智慧 什么智慧就是说什么 你在做这个事情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各位举个例子 种兰花的目的呢 是来欣赏用的 不是要来烦恼的 看联系机的目的呢 有没有 你是要休闲 那你不要呢 看了那个联系机当中呢 心中什么 产生什么 情绪 痛苦 紧张 害怕 或是说呢 一支烦恢了 会怎么 弄下去 后面实在是 各位 所以你看联系机的时候呢 你不要忘了你看联系机的目的 看电视的目的 那你说呢 我要增加一些呢 对 知识 那应该看Discovery 联系机 联系机一般是都看 刚才欣赏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我以前很喜欢看什么 歌仔戏 但是呢 我渐渐也很喜欢看国剧 各位 一般国剧 一般都什么 一般都比外省级的老伯 但是很喜欢看 我觉得我蛮喜欢看国剧的 那现在有很多东西的话 我们知道它的目的 好 所以我在看它 就是看 但是它是虚妄的 但是我在看它 所以它演的过程当中呢 有没有 不要去执着它 为什么不要去执着它 因为它是虚妄的 我再讲一遍 它是虚妄的 所以我不需要去执着它 所以我的内在不需要受它的影响 所以啦 我自然就应无所住 升起清静心 升起什么心呢 愉快的心 看看表演 看看电视 就这样子就好了 你能看得到什么 打进去 你能看得到按下做欧望 也不是那么简单啦 打个电视剧就给你们推到 推到怎么 推到怎么 莫主堪金可以無雙人世紀了嗎 可以無顧 好 各位 那我們現在來看呢 對不對 慈經就是這樣的慈經喔 那我們現在來談這個重點 極致 見信 好 各位我們現在來看極 極呢 就是極克 極就是極克 自當然就是自己 見呢 就是見到 信呢 有沒有 就是見到自己的本性 好 所以我曾經 各位你應該曾經聽過一本書吧 極克開悟 有沒有 極致見信 那各位 為什麼極致見信就直了成佛 這裡面的資料就是上面的什麼 前面什麼 極克的意思 為什麼成佛呢 見信就是佛性 所以呢 對於我們本性是佛 所以見信就成佛 所以你要把這個理論很清楚喔 我們眾生皆有佛性 所以我見我佛性 我就成佛 哦 各位啊 我為什麼那麼喜歡讀六組談經 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因為我讀所有的佛經都覺得很困難耶 各位 我所講的困難不是文字的困不困難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所讀所有的佛經當中 它裡面呢 它有很多什麼 它要從呢 你等到成佛 有沒有 它就要很久很久的時間 它就要很久很久的時間 它就要很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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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要很多的關卡 但是我讀談經很奇怪喔 我讀談經 談經就要告訴你一個觀念 不是凡夫就是佛 他直接了仗正跟你講 所以读了谈经 让我们信心大增 但是你现在会掉入一种情形 什么情形你知道吗 你会问我说 为什么要成佛 诸位曾经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成佛 我快乐一点不行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成佛 诸位 他心中所要的 事实上跟成佛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一般对外面的人 不太喜欢去讲这个名词成佛 各位佛是什么 佛是抉择 所以本身来讲 各位 我他用几个名词你听听看 各位他用几个名词你听听看 请问一下 成佛跟成为抉择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一样 有 那成佛跟成为一个 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一样 哪里不一样 不然我再修饰一下好不好 成为一个最有智慧的人跟成佛一不一样 应该一样了 所以我到外面去演讲 我的题目就可以这样下标题 对不对 如何成为一个最有智慧的人 这个题目就可以在文化中心演讲 我来说什么 我教你们怎么成佛 不 文化中心水给你放出来 文化中心水给你放出来 所以我很多的题目都是这样 比如说我接下来要去演讲的题目叫心无怪 所以你就是很容易掉入这个名相的陷阱 所以这个名相只要是讲的 不符合你意 你就不喜欢听 你就不喜欢接受 所以你明白这种概念的话 你不会问我说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成佛你才会有智慧 你才会最快乐 你才会最清净 这才是你要的 不但你要什么 而且这个要的不是我要而已 如果是我要的 这个东西不珍贵 这个东西是全世界每个人都要的 所以呢 很多人呢 所以你要去假设啦 你要呢去劝人学佛学 你要善用呢 现代的语言 来跟他沟通 不要用佛学名字跟他谈 他会误会 因为我们自己都误会了 那各位呢 那当然呢 这是开宗明明这么讲 并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呢 我们谈经呢 还要继续读下去 好 那各位呢 那你先来看下一段 能文说 好 各位能文说呢 就是会能听呢 客人 这样讲完 各位现在有个重点呢 各位这一段呢 我以前哦 怎么看都看不懂 很简单哦 各位就是很简单 所以我怎么看都看不懂 各位哪里看不懂 素行有言 这四个字画起来 好 乃蒙一刻呢 起 起饮食粮 与能 另通老母一粮 便呢 交往黄梅 礼拜五祖 各位 这一段呢 你感觉如何 各位这一段呢 简单的这么讲 这个六祖会能 听到那个客人 送金刚金 听完了之后呢 会能就开悟了 会能就问说 有没有 这个金从哪里来 客人就跟他讲说 那你就要到呢 那你就要到呢 这个黄门县东禅寺 五祖大师在那边 然后六祖会能 各位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大 一段很大段 没有写 各位这里面有一段没有写 哪一段没有写 我现在退一下 我退一下 会能就说 有没有 你看我就没钱了 各位对不对 是不是 到东城市去 但是 但是 以 会能呢 他现在的情况 他可以呢 去吗 各位简单这么讲 他可以去出家吗 他不能去出家 为什么 对不对 因为呢 对不对 他家还有老母 所以家里也没有钱 要靠他每天 破茶 白茶 所以他也没有钱 好 那各位 那我现在跟你讲 那六祖会能说 我家没钱 然后客人就拿给他 十两黄金吗 诶诸位 那时候的十两黄金 到底多大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是唐草 但是各位 但是这个十两黄金 原则上 是安顿一个人的家 所以代表 那十两黄金是什么 很大的一笔钱 对于主委 那我现在问你 比如说春晨 你今天听完六祖堂金 你们同学 有人买三十万块 你出家 所以他的数息 跟我们无缘 对不对 过去跟我们无缘 所以我们不要 主委 大家不要清理太过 这里面有一段 很大段 应该是什么 因为六祖 自己讲嘛 所以有一些东西 他没有讲 对不对 那这里面有一段什么 这个客人 不会莫名其妙 拿钱给六祖会能 对不对 不可能嘛 他凭什么 拿钱给六祖会能 凭什么 各位猜猜看 凭什么 凭什么 来你说说看 凭什么 凭什么 来 静努你说说看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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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也可以跟我说 我现在已经开悟了 我还要三十万块给你 我夹一拼了 会能很有口才 说我卡那基的信念 敢说服 要拿四两银子 来啦 诸位 我跟你讲 来来 这个概念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六祖大师 他听闻金刚经之后 他开悟了 对不对 开悟之后 他是不是就去找那个客人 他找那个客人 会不会跟那客人聊天 会还是不会 好 请问一下 六祖会能跟他聊什么 聊他悟的话 给客人听 客人一听闻 听着在感觉 实在是 我送金刚经 送那么久 都不懂 你既然听 一句金刚经 你就可以 把金刚经 到底讲给我听 那个客人 有没有吓一跳 当然吓一跳 所以 那个客人知道 六祖大师 是一个大根器的人 所以那个客人 也很希望 能够 成全什么 六祖会能大师 所以各位 后来 后来再出去 要消购一下 看有人要生全力 看谁要成全力 所以各位 所以这一段 六祖大师 跟你没说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 他一定会跟他谈 有没有 谈他听完这句话 的这些感想 刚才说 感想或是心得 所以客人听完的时候 才会想说 你应该什么 对不对 应该去找 五祖红人 所以这一段 没有谈到 所以并不是说什么 用这些 素洗有缘的 就带过去 各位 不要这样带过去 素洗有缘 缘得上去 就是若是你没有谈这一段 有没有 我总会推荐 谢谢大家